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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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雙博論證 我是Matthew 黑超哥 今天有位朋友來跟我一起聊天 Tony Do 不如介紹一下自己 給我一些未認識你的朋友 大家好 我叫Tony 是在澳門大學讀國際關係 今年剛剛畢業 博士畢業 多謝大家的支持 碩士是在上海復旦大學讀的 今天我做這個節目 分別有錄影也有直播 直播和錄影 錄影會有一些俊男哥哥 一些大師級的製作幫我做一些剪接 直播這裡 因為我實在太緊張了 介紹一下Tony給那麼多人認識 所以也急不及待要做這個直播 哈囉各位 謝謝黑超哥 台舉 給他機會和大家交流一下 不要這樣說 其實小弟認識很少 是國際關係的博士 不如我們首先講講 你關於特朗普的 和平 中東和平計劃 有什麼看法 究竟是什麼來的 我想很多朋友都想知道 首先可以簡單地這樣說 Donald Trump提出這個中東和平計劃 應該是史上最偏頗 最偏幫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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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其實就是 不可能達到 他口說 對巴勒斯坦最好的 你應該要接受 人家也不理會 為什麼呢 很簡單 簡單地講一下 Donald Trump上台 講一下背景 以色列和伊朗的背景 各方面的背景 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巴勒斯坦 因為他 1948年以色列立國 其他幾個阿拉伯國家 合謀打他 但是他不贏 簡單地講 他 現在巴勒斯坦人想立國 就是想包括 約達河西岸的地方 以及 加沙走廊 但是Donald Trump上台以來 改變了兩個美國長遠的政策 就是 雖然美國一向都是偏幫以色列 但是 他也有衷敬 為什麼呢 以色列一直在西岸 有建立猶太殖民區 對 在這個國際法來說是不對 而美國之後的 一直的政策 都是 說這件事是不違背國際法 其實猶太人本身是源自以色列的 是 是啊 這個就是 真的有時間這麼說 因為 因為 根據聖經 一二千年 不要請到 我們先近一點 以色列這件事和和平計劃 為什麼去包庇它 有什麼玄機在這裏 Donald Trump很喜歡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湖 他一直支持 好像剛才這樣說 就是 Donald Trump 現在改變了美國的政策 說 以色列在西岸 設立猶太殖民區 是不違反國際法的 是 根本是硬來的 搶了搶別人的東西 然後 以色列另外有佔領 敘利亞的哥蘭高地 佔領了五十年 自從1967年的六月戰爭之後 本來 美國也說 他不承認以色列有主權 他有承認 這樣也可以 近半年前就承認了 這個明顯是違反國際法 這次的計劃就是 要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承認以色列在西岸設立的 猶太殖民區的主權 給你立國 可以的 你有國土 你想要這麼多國土 不行 小一點 而且最霸道的是 它是整個過程 給巴勒斯坦人建國 是一個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間 沒有以色列的同意 即是他規定的計劃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 在沒有以色列的同意之下 是不可以主動申請加入 其他國際組織 聽他這樣說 就是完全不對等 是一些不平等的東西 其實現在有什麼地方 或者中東的地方 有哪些是美國的殖民地 當然不是面的殖民地 不是正式的殖民地 是底的殖民地 提到之前的美伊衝突 因為伊朗在那裏培植了很多民兵 其實伊拉克政府軍 政府對民兵沒有附附 其實都是聽伊朗話的 所以為什麼有幾天 美國駐巴格達大使館被人圍 他解決不了 就是因為這樣 好像說總理 約民兵組織談 他們說 哎呀這樣說 你搞得我很難做 這樣 這樣 但你不要說是否值得 如果你說親美美國的民友 很多 沙特亞拉伯 卡塔爾 阿聯尤巴 其實講到中東局勢這件事 我們都一定是倒閉石油說的 那你覺得現在去控制石油的資源 各方面 是怎樣玩的呢 不知道 黑超哥你有沒有聽 伊朗用彈道導彈攻擊美軍基地 有啊 之後特朗普出來說話的那個言論 你解釋一下 他中間有說的 我 不再需要了 是的 我的政府說我不需要中東石油 這個跟石油無關 他是這樣說的 你覺得是真的嗎 但是 是否真的 美國的葉南油 已經足夠供應美國本土 不再需要中東輸入任何石油 在美國本土 可能純粹從產量上面看 看數字 是的 但如果你說價錢 就不一定是 當然 美國是 入口很多沙特亞拉伯 中東其他 就是卡塔爾 亞聯酋國家的石油 那些石油 都不太靠伊朗 伊朗更加不會 因為他封鎖伊朗 所以 不會說 是打伊朗 是為了奪取他的石油 那其實為甚麼呢 現在還 你中東最大的 資源與資產就是石油 你現在不是為石油 你還在搞事 真的為了維持世界秩序 特朗普其中一樣 對伊朗就是 伊朗核協議 的確 我自己看過少少條文 奧巴馬政府和伊朗簽的 伊朗核協議 其實就不是很好 對西方國家 因為 譬如其中一個條文就是 你規定伊朗的有元素 不可以超過多少 直到某一年 那一年之後是可以的 但我現在就切消殺制裁了 那是不是暗示 譬如十年之後 你就可以自己搞分 所以特朗普一上台 就是退出了這個核協議 另外要說 當然你可以說 美國在中方有很多勢力 在沙特阿拉伯亞 伊拉克都有 但伊朗亦都擴充他的勢力 其實他都是干預別國內政的 伊朗也是 尼巴連的真主黨 全部是伊朗給錢的 美國特朗普殺的蘇來曼薇 伊朗的將軍 專門負責境外民兵開發發發 所以其實他們兩個爭 如果有人在那裡爭 搞來的地方就不對 伊朗也是不對的 其實杜博士 我自己呢 也有一點點見解 在這個油價方面 因為我也相信 美國人說他自己 驗藍油 是足以供應他自己的本土 所以他就製造戰爭 來抬高油價 繼而他就可以出口貴石油 這個就有些問題 因為巨民 我認識一點點 就請教一下 因為葉岩油說 好像要到七八十美金一桶 才可以 配合成果 其實就不是 我覺得 實際我不知道 我沒有認識一些人做開彩油的 但是 我們想回2008年雷曼兄弟爆破 美國政府進行良化寬鬆政策之後 油價油 多少錢啊 一百三十幾 一百四十元 一頂一頂一頂三四十元美金 那一刻 突然他們的葉岩油 就 就 開採到 大量的供應 走出來 所以 我覺得油價 是美國人 用來控制他們的通貨盤障 與息口的一個重要工具 好 我們第一節說到這裏 下次再見 再見 再見 再採用 這樣 先